只是他们不在意 却有人在意 宴会的主办方三阿哥 显然不愿意让这个最近隐隐的 有些不那么安分的十四阿哥 抢了风头和人气 直接笑呵呵的接过话去 按照十四弟的论法 你们也都得管我教一生师伯呢 要知道咱们兄弟的师父相宠的可是很多 这样算下来 那咱们不只是亲兄弟 也还是师兄弟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叫三伯更亲切些 毕竟这才是一家人的称呼嘛 你说是不是十四弟 三哥说是就是 十四阿哥并不与三阿哥拨这个匠眼 无所谓的冲他一点头 就转而又接着对红辉说着 之前我跟你十三叔一同随师父学习的时候 可是没少互相切磋 只可惜他受伤之后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 弄得我也没有对练的人 还好有你们小辈的 不如这样吧 趁今儿个要为你皇马摩 祝寿行彩衣之时 你与红明一起切磋一番 想来你皇马摩 见到咱们爱心觉罗家后代的本事 也会觉得很欢喜的 兰静一听这话 不禁的抬头看了一眼十四阿哥 之前他与红辉靠近乎的时候 自己还觉得他是为了以后能够成大事 希望能得到四阿哥的支持 从而在寻找与四阿哥的修好之道 可是随着他这个话说出 倒像是再又一次的找别扭了 这彩衣助寿行护博之事 之前也不是没有过 只是十四阿哥提议的这两个人 确实有些问题 虽说红明是十四阿哥的嫡子 以嫡子对嫡子 看似身份相合 可是年龄却是不合呀 红辉大了红明有八岁 这不是二十和二十八 三十和三十八的同年龄阶层的八年之差 而是将他们俩分成了青年和少年的八年之差 让十九岁的红辉与十一岁的红明对打 打赢了是欺负弱小 打输了则是无能之急 十四弟说笑了 四父亲自然不会眼见着自己的儿子陷入困境 马上笑盈盈的开口了 红辉可是大红明八岁呢 他要是敢随意的对弟弟出手 我们爷可是不会轻饶他的 自早不知道 十四阿哥笑着对四父亲说 红明这孩子让他额娘惯得是不知天高地厚 仗着我教他那两下子 更是成天价的耀武扬威的 在他同辈之中 别人的本事我不甚清楚 但红辉是十三哥教出来的 小来必是能够好生的教训他一番 若是让他能从此知道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正是我求之不得 十四弟啊 没等四父亲再说话 十三阿哥一惊开口了 正如四嫂所说 红辉大红明八岁 他能胜是理所应当的 红明对此也不会心服 不如让红昌来吧 他也是我教出来的 和红明又是童年所生 他们两个切磋 才算是真正承袭了咱们师兄弟的传统 蓝静正在为十四阿哥的话 暗自的皱眉 因为他现在感觉 十四阿哥不是在找四阿哥的别扭 而是在找十三阿哥的别扭 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想通其中缘由 或者是要进行什么样的反应 就听到了十三阿哥将事情揽到了米虫的身上 这让他不由得对十三阿哥投去了带着疑惑的目光 米虫能行吗 蓝静并没有怎么见过米虫恋物 不是因为他对此并不关心不好奇 而是只要远远的见到他来 米虫历史就收起誓了 坚决不再恋了 先开始蓝静以为是他怕自己出学时候笨拙 被人看到会觉得难堪呢 可是当欢欣欢言 还有回复来就有加恋的红吞 以及起步最晚的红吞都学的有些样子了 并将自己的训练对蓝静开放了的时候 没有米虫却还是坚决的不肯 蓝静也追问过了十三阿哥 对他选来适合给米虫这么个懒家伙而练的武功 他也很是想知道 看过现代的武侠片 外加穿越到这个时空 嫁了个会武功的丈夫之后 又生了一些也练武术的孩子 让蓝静对武术也算是有了点基本的常识 他知道南拳北腿 知道内加外加 知道少林武当 知道太极 行义 八卦 知道有这拳那拳 这掌那掌 这手那手 知道有罪拳 地躺拳 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揽汉拳的 虽然他所谓的知道 其实是连皮毛都算不上的 最多也就是沾了点毛尖 十三阿哥没有告诉蓝静答案 是因为他已经答应过米虫要保密了 而其他的孩子们也是同样的口径 蓝静不好让他们做一个不讲信用的胖子 可是现在十三阿哥却是让米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和鸿鸣切磋 当然蓝静知道 这并不是说十三阿哥要对儿子食言 因为在他发话之前 蓝静看到了米虫冲他点了头 只是那个时候 他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而等着十三阿哥话说出来了 他虽然明白了 却依旧还是那个疑问 米虫能行吗 即使不能从别人的嘴中问出答案来 蓝静自己还是想办法去做了一些偷窥之事 只是因为练武场所处的周边太过空旷 不太容易让人隐藏 从而也使得他这个偷窥的行为不太能够成功 不过也还是让他隐约的见到了一点不太清晰的远景 貌似米虫好像是让人追着打来着 看到这样的情形 蓝静心下也恍然了 要是换了自己 也是不愿意让这般狼狈的形象被人看到 而自己平时总爱逗怒米虫的恶习 估计也是加深了他做这种决定的重要因素 对此蓝静的心中表示了几分不怎么诚恳的忏悔 并恨是大度的决定 以后除非有意外的情况发生 否则自己再也不会去对米虫行刺偷窥之事了 不过在此之前蓝静却还是寻了个借口 将米虫拽到了身边 明知吃豆腐按着做检查 好好地探视了一番他的身子 心下也微微地松了口气 看来儿子逃跑的功夫还是挺强的 至少比他大那么多的红灰追着打 身上却并没有受什么伤 只是在自家练习的时候不受伤 并不等于和红明对打的时候也不受伤了 在自家里与米虫对练的人都不会对他下狠手 而那个现实那个正用眼睛瞪着米虫的 跃跃欲试的想要大展一番拳脚的鸿鸣 却是一点都不能给蓝静这样的信心 不过十三二哥向自己递过来坚定的眼神 倒是让蓝静的心安了不少 他当然是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吃亏的 何止等到康熙来了 经过向他请示 主要是十四二哥主说 十三二哥点头承认 而三二哥则是对这个提议形成了背景加以补充的说明 而康熙也微笑着同意了之后 蓝静才知道 十三二哥何止是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吃亏 他是让那个被自己阿玛推出来的红明丢了一回人 从而也让十四二哥的脸色变得五彩斑斓了 蓝静远远的看见的那个情形没错 米虫练的功夫就是被人追着打的 只是被人追着打也有各种的不同方式 当然最常见的是实力不济 很狼狈的奔逃乱窜 可是到了最后还是难免落得个满头包的下场 但是也有米虫这种的被追着的异常潇洒 不也不是潇洒而是懒散 没错 米虫那个懒性子就是在被人追着打的时候 也尽量的不多一分力 能威以后仰就躲过一拳的那就绝对不会下腰 能后退半步就能避开那一腿的就绝对不会退一步 当然如果对方用了猛力 一时收不住劲 他也是绝对不会出手相拦的 于是在那一方临时被圈起来的阎武场上 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被打的面无表情轻挪慢闪 懒洋洋的 别说出手了 甚至是连阁挡都没有 而打人的 则反倒是一脸的焦躁 呼吃带喘 动作随猛 却已然变形成了横冲之状 看了没一会儿 一些窃笑声已经隐隐的响起 十二个的笑声尤其的明显 而被替换下来的红灰的神情 相对来说显得平静了许多 不过从对练开始之前 他冲着蓝镜眨眼睛的动作就可以知道 他肯定是早早的遇见到了现在的场景 听说 康熙的嘴角也开始往上翘起的时候 十四二个终于忍不住的喊了停 并微微的皱着眉看着十三二个 十三个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可是看鸿鸣不起吗 哪里哪里 十三二个笑着说 鸿鸣先知 拳脚刚猛 步法矫健 先见的是十四弟的真传 我可是非常羡慕呢 红昌若是能够赶上他三分 我也就知足了 红昌 胡明 你们过来 这个时候 康熙开口了 叫过了两个孩子之后 先问着红昌 你为什么知闪避 却不出手 可是想要先消耗对手的体力吗 辉煌麻麻 不是的 红昌在康熙的面前 话虽然不多 但是该有的规矩还是守的 孙儿只学这个 并没有学其他 只学这个 米虫的这个话 除了有数的几个人外 在场的其他人 全都觉得很意外 康熙也在其里 忙进一步精确的问着 只学了闪 没学功 是的 米虫点头承认 老十三 康熙皱着眉 叫过了十三阿哥 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么叫红昌啊 灰花阿玛 十三阿哥 微带着苦笑 对康熙解释着 儿臣本来是教他 为学打人 先学挨打的 可是红昌这个孩子的性子 实在是太懒散了 他觉得既然已经学到了 能闪开了 就不用再费那个劲 去学着打人了 兰静才不相信十三阿哥的话呢 米虫可是他生的 他的性情虽然懒 却不是只挨打 不还手的 哪怕这打并没有挨上 当然 他的反击 必然也是讲究 如何省力的情况下 做到最佳的 不过兰静自然 是不会拆自己儿子和丈夫的台的 其实要换了他 也是会这样说的 红灰 康熙应该也是对此存疑 所以把红灰叫了过去 你是跟红昌一起学武的 你就没有多代代他吗 灰花马摩 红昌就是这个性子 红灰的神情 还是无奈的会着康熙 十三叔也是选了好几种功夫 来让他练 可是他就是挑能闪人的招式来练 其他的就 正是听说过红昌不太爱动 可是没想到 却达到这般呢 康熙的眉头还是皱着 想想又问着十三阿哥 那骑射呢 红昌的骑射功夫如何 回黄阿玛的话 十三阿哥微低着声 恭敬的回答着 也仅是尚可而已 蓝镜面色丝毫不动的 听着十三阿哥 再次说着不着调的话 他却是没有亲眼见 米虫的骑射功夫 但是每次被四阿哥带着 一同去郊外参加狩猎的活动 他可都是有所斩获而归的 虽然数量并不是很多 但红灰说 那是因为米虫出手次数太少的缘故 如果他真的能放开来射 只怕成绩还要超过自己 当然 红灰这话里面肯定有夸大的成分 但由此可见 米虫的骑射功夫 至少应该还算是不错的 不过蓝镜也明白十三阿哥 为什么要这么说 正如米虫在与红灰对链时采用的方法 虽然不可避免的吸引了康熙的注意 但这种直躲不攻的没有进取心的打法 却应该是不会合他的心意的 若是再加上骑射也是一般 那就更是应该为他所不喜了 而在离康熙一年一度的塞外之旅 剩下的不多时日的现在 被他所不喜可不是什么坏事 蓝镜可不想十三阿哥 才拖出了没几年 就把自己的儿子又陷进去 想来十三阿哥的想法应该也是如此 只是十三阿哥这回的主意确实打裂了 听了他的话之后 康熙的目光里充满着不赞同 那怎么行啊 你虽然自小也是个背懒的性子 却也没像红唱这般 无意什么的且不说 这骑射可是咱们满人的根本 哪里能矜持于上课 不行这不行 这样吧 今年寻星塞外 让红唱一同随驾 真必得把这个 让你教坏了的孙子 重新的扳回来 十三阿哥和蓝镜对视了一眼 心里再有不甘 面上却是不能表现出来 而且还要露出一副感激万分 带着米虫一起向康熙行礼谢恩 嗯 康熙点头之后 又看了看在场的其他儿子和孙子们 补充的说 这次这依旧要奉皇太后同行 老三老四老七 你们护从时候把自己的长子带着 也好让他老人家看着高兴高兴 话稍微一停顿 看了看站在一旁 有些失落而沮丧的红明 康熙又接着说道 还有红明 刚才打得不错 也随家同行吧 红明听到了这个突然而来的消息 一时还有些反应不过来 被十四阿哥狠拽了一把 猜清楚 跟着他和十四附近 一同行礼谢了恩 其实这次康熙来 三阿哥处父儿孙们为他庆贺之宴 还有一件喜事要宣布 那就是已经有一段时日没消息的牛豆之事 康熙说 有人故意将接种人豆所用的豆苗 替换成牛豆 以图谋害他仇人的儿子 他的这种行为 当然是要被处以应得的惩罚 但是他的仇人的儿子 在接种了牛豆之后 起到了和接种人豆同样的效果 而接种后的反应 比人豆还要更轻微一些的情况 却是引起了自己的重视 因为那毕竟只是一个偶然的例子 为了安全稳妥计 自己还是先选派了一些人 去做一些针对性的实验 现如今已经证实了这个牛豆 确实是可行了 而且比人豆还要更加的安全 也更加的容易普及 自此天花之幻 对我大清而言再无可据了 为此康熙还赏了一批的人员 其中有太医 有官吏 据说都是参与了这项伟大的实验的人 蓝静不知道 这是康熙在骗天下人 还是他被四二哥和十三二哥设的局片了 联想到此之前 同家室的龙克多被提封为九门提都 再想到历史上 四二哥对这位舅舅的重视 蓝静觉得 也许是两样都有 也许这是四二哥借机 向同家室家族递出了一只橄榄枝 十三二哥没有真谓的心 可是四二哥有啊 牛豆只是弄得不好 会招康熙的忌讳 但弄好了 却可以得康熙的欢心 这个机会他自己不能出头 却也不会轻易的放弃 在当同家室的现任家族 选择支持八二哥 而引起了康熙的不满 以及冷落的时候 正是他可以暗中的 向其示好的有力时机 雪中送炭永远都比锦上添花 要来的让人认得清 记得牢